第十题是2020年的一个综合题 这个题也是拼牌题 涉及到权益法金融资产转业继续涉入的情形 还有金融资产质押融资出租人经营租赁 以及合并财务报表借款费用的调整抵消 一个怎么说呢 非常有水平的题目 假公司主要从事不动产和股权投资的公司 二某一期二某一八二某一九年发生的相关交易或事项如下 好了第一个二某一期年的12月20号 说假公司也四千万元的价格 购买已公司30%的股权 款项已通过银行支付 已公司股东的这个变更登记已办理完成 取得股权日 已公司净资产的账面价值是一亿两千万 那么除了一个无形资产以外呢 它各项资产负债的公运和账面是相同的 那这个无形资产呢 它的账面价值是零 公运价值呢是三千 采用直线法摊销 从我们取得股权值起呢 还能够用十年预计净残值是零 考到了对联营企业 你看看啊 就是有派两个董事有重大影响 那么考到了对联营企业投资权益法 投资十点苹果增值问题 好了那联营企业以这边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 二某18年的1月份 说已公司将其开发的成本是八百万元的商库 也一千万元的市场价格卖到投资方 甲这边这叫逆流交易 当然个别报表对联营企业合营企业投资应用权益法 我们不用区分顺流和逆流都是要调的 如果说有未实现的都要调 好了甲公司呢把购买的这个商铺 作为投资性房地产对外出租 并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二某18年底它的公允价值呢是900万元 好了这里边存不存在着未实现的内部销售利润 那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吧 这个呢是甲公司 那这个呢是乙公司 甲持乙呢是百分之多少来着 持有乙呢是百分之三十的这个股权 乙公司呢是搞房地产开发的 那么他像甲卖什么东西呢 卖他开发的商品房 卖之前呢在他这边叫存货 都没有问题吧 来吧那他的这个存货的成本是多少 成本是800对吧 好了那么售价是多少呢 售价呢是注意啊这个是售价 是1000万元 如果说单独看乙公司这边 有没有未实现的内部销售利润的话 那就是有 多少呢 要1000减掉800呗 好了那我们再站在 如果说单独看这边的调整 要调减多少 200万元 是不是就要做一个调 他俩的差额不200吗 我们要做这个调减的处理 那下面我们再看甲这边 甲这边呢是这样 他确认的这个投资性房地产呢 是多少 是不是1000呀 那么到期末公运价值是900 所以说甲这边个别报表 他所确认的公运价值变动是多少 甲公司个别报表的这个 公运价值变动是多少呢 是要1000减掉这个900 差额是多少 差额呢是100万元 那是一个上涨还是一个下跌呢 是一个下跌 他要借公运价值变动随应 在投资性房地产 好了那下面我们站在整体的角度 站在整体的这个角度来看呢 你说公运价值的变动是多少 那么最初这个项目啊 这个可存货它的成本是800 然后到期末的公运价值看看是多少 是不是900呀 所以站在整体的角度呢 公运价值变动的金额是100是上涨 整体是上涨100 而我们甲公司个别报表呢 是下降了100 离里外外是多少 那就是200 所以说如果单独调甲公司这边呢 他这边要怎么调啊 他确认了一个公运价值下降的损失是100 但是站在整体角度呢 不仅仅没降 反而涨了 整体呢是一个公运价值变动收益100 所以我们需要调的是多少 需要调增的是200 这样的话你看看 我们这边如果说调的话 要调增 是不是要调增200呀 要调增200万元 那如果说单独调以这边呢 怎么调 我们刚才分析过了 他这边要调减多少 1000-800要调减200万 一方调增一方调减 那你站在整体的角度还用调了吗 就不用调了 所以呢这个业务呢 就是站在整体角度不存在着未实现的损益 如果说假这边买去以后啊 是按照成本模式计量 那就得调了 怎么调呢 就是一天减掉800这个差额 我先要有一个调减 然后还有一个调增 调增的是这200 站在整体角度 这200啊 通过多提折旧 站在整体角度实现的 而我们这个假呢 是把它作为供应价值计量了 作为供应价值计量 我们可以怎么理解啊 就是相当于把它卖掉 实现了 因此我们按照权益法确认 投资收益的时候 只调评估增值的那个 补提的折旧 摊销额就行了 好了 18年度 以公司实现的净利润呢 是3600万元 那么作为存货的房地产 转换 转换为供应价值计量的房地产 供应高于账面 形成的这个差额 确认的其他综合 收益呢 是400万元 那这个我们 这个要调 这个就直接用就行了 好了 要求第一问 根据资料 一计算假公司 对以公司股权投资的 初市投资成本 以及二某18年 应当确认的 投资收益金额 并编制相关的 快捷分落 好了 初市投资成本 就是我们付的这个 对价4000 对方调整后的净利润 用3600的账面净利润 减掉无形资产 评估增值 补提的摊销额 用3000除以10就行了 一整年 年初就投资了 结果呢 是3300 用3300乘30%呢 这个结果是990 分落 借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成本 代银行存款 是4000万元 好了 初市投资成本 怎么样呢 它要跟 投资识点 享有被投资方 可辨认净资产 供应价值的份额比一下 那它这边的供应价值 用账面1200 加上评估增值的3000倍 常上30% 看看这个是多少呢 这个是4500 显然呢 前者小于后者 有500万元的负商运 我们要进一个长期股权投资 要带一个营业外收入 18年末 那我们确认的投资收益呢 是990 前面算过了 借长期股权投资 带投资收益 同时呢 我们还要确认一个什么呀 其他综合收益是300 400乘30%是120 解析的话呢 自己看一看就行了 我都已经讲过了 这是第一个故事啊 那么第二个故事呢 每个故事是独立的 第二个故事呢 二某18年2月份 说贾和丙银行 签署应收账款转让的协议 这叫应收账款保理业务 把账面价值是 8000万元的应收款 卖给银行 卖了7500万 好了 那贾公司 未转让应收账款 未来的坏账损失呢 提供什么呀 提供担保 担保的金额 是2000万元 那我们提供担保的这部分呢 风险报酬 是不是就没有转一样 好了 那超过部分呢 丙银行它来承担 没有贾这边的同意 丙呢 不能够把这个应收款呢 转让给其他方 那就意味着 我们想继续控制它 继续控制它 贾所提供的这个担保呢 在转让日的供应价值呢 是300万元 这是财务担保合同的供应价值 是继续涉入负债的一部分内容 好了 当日的贾公司收到 丙银行支付的应收款的转让款 是7500万元 你看看这个资料 由于我们把它转让的同时 又提供了2000万元的担保 这2000万元呢 就是风险报酬没有转移 其余的转移呢 这叫既没有转移 也没有保留几乎所有的风险报酬 同时呢 我们又没有放弃控制 典型的继续涉入情形 因此怎么做呢 我们把应收账款的账面价值 冲销的同时 还要干嘛呢 还要确认一个继续涉入资产 怎么确认呢 就是担保的金额和 它的账面价值的较低者 那就是2000倍 还要在代方确认一个继续涉入负债 要继续涉入资产的金额2000 再加上担保合同的供应价值300 就行了 收到钱呢 借银行存款产生的差额 寄到投资收益 一点都不难 好了 第二问 根据资料二判断 假是否应当终止确认 所转任的应收款说明理由 并编制相关的本路 好了 不应当怎么样终止确认 理由呢 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 所以几乎所有 然后保留控制 我们要按照什么呀 要按照继续涉入的情形 确认继续涉入资产 并确认相应的继续涉入负债 分落 收的钱 借银行存款是7500 那我们代应收账款8000 借继续涉入资产的是2000 但继续涉入负债呢 2000加300是2300 那产生的差额800 借投资收益 第三个故事 说二某18年的育人节 贾公司将原本用约出售的一处商铺出租给丁公司 出租给丁公司 那他这边是什么人啊 出租人呗 租期呢 是三年租金分两部分 一个呢 是固定租金 按照季度支付 每个季度呢 是300万元 第二个呢 是变动的租金 那么按照成族人丁这边的营业收入1%来收去 于每年初呢 收上一年变动的租金 由于疫情的影响 为了鼓励丁的成族活动 贾公司免除丁二某18年第二个季度 三个月的租金 那二某18年末呢 丁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呢 是2500万元 由于咱们起租日呢 是4月1号 第二个季度季初 而第二个季度的租金三个月全都免了 所以我们当年只能够收多少租金啊 只能够收下半年的租金 每个季度是多少 每个季度呢 是300 我们就能够算出来当年下半年多少 600倍 未来还有几年呢 未来呢 还有就是剩下的租金 我们都能够正常收了 这样的话站在出租人的角度啊 租金收入怎么算 包括两部分 是不是啊 那么对于变动部分呢 那你就是根据当年营业收入的1%算去呗 而对于固定的部分呢 要按照直线法分摊的 所以思路呢 是先算出来租金的总额 三年的租金总额 然后按照时间一分摊就完事了 来吧 要求第三问 根据资料三算 假公司二某18年应当确认的租金 收入变很弱 好了那收入呢 先把总的租金算出来 每个季度呢 是300 那一年呢 四个季度 每一年的租金呢 乘400倍 多少年 三年 这是总数 但是由于第一个季度给免了 就是我们租期 头三个月啊 就是当年的第二个季度给免了 所以你把这300怎么样 给减掉呗 这就是总的租金 好了 总的租金呢 除以三年 是每年的租金 当年呢 虽然第二个季度给免了 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那也就是说 免租期内照常要确认租金收入的 所以呢 再乘上一个什么呀 十二分之九就可以了 我们再加上可变租金 2500% 相加850万元 左分落 带其他业务收入 是850 那我们当年收上来的钱呢 可变租金呢 还没有收是吧 可变租金得下一年出 才能够收啊 我们收的就是固定的 当年固定的租金 那就是因为第二个季度免了 只能够收 后下半年的 下半年六个月的 两个季度的 那也就是300乘二 每个季度是300 两个季度呢 300乘二 结果600是银行存款 这样的话250呢 走一个其他应收款就可以了 好了 第四个故事 甲公司二某 2018年设立一家全子子公司事务 向其投入一项固定资产 二某 19年的1月1日呢 甲公司将物49%的这个股权 转让给A公司 集团卖的 转让价款的是三个亿 取得的这个款项 专门用于物公司一项工程的建造 那么A公司不能够转让这个股权 就是买方不能够随意转让 就意味着他并没有取得控制权 两年以后呢 两年以后 甲公司需按照10%这样的一个利率水平 确定的复利中值3.63亿呢 把这个股权呢 再买回来 这是什么业务啊 这是销售业务吗 不是啊 这是抵押 这是质押融资的业务 所以按照融资处理啊 收的这个钱呢 要把它寄作长期应付款 因为时间超过一年了 当日甲公司将取得的三个亿的款项 借给谁呀 他的子公司务 用于上述工程的建设 借款期呢 是两年 年利率呢 内部的啊 5% 到期呢 一次还本复息 至年末该工程尚未完工 务公司当期未进行工程建造 发生的支出是2000万元 前置资金进行投资 赚的收益是450 我们先把这个故事拢一拢吧 就是母公司甲呀 来 这是甲 他出自设立的一个全子子公司呢 叫做物持百分之百的股权 是不是这意思啊 然后搞资 搞这个资本运作 把百分之百股权当中的49%拿出来卖给谁呀 把这里边49%拿出来卖给谁了 卖给A公司了 那就意味着A公司持多少 持物公司49%的这个股权 那这个时候甲呢是百分之百减掉49% 这个结果呢是51% 是不是这么个情况还控股 然后把他卖这个收钱了吗 像这个A收收了一笔钱 那他俩之间产生的这是什么关系呀 产生的这是借贷关系呀 现在是甲从什么 甲从A的手里借多少钱 借三个亿 这不是借三个亿吗 把借来的这个三个亿呢 转借给物公司 他的子公司 就这么玩的 然后我们讲呢 对外对A的这个借款利率呢 是百分之几来着 是百分之十哈 然后对物公司 把这钱借给物公司呢 收他百分之五 这么个情况 然后A公司呢 这个物公司啊 拿到这个钱呢 专门干嘛呢 专门搞工程建设 所以站在物公司 个别报表的角度呢 是专门借款 在资本化期间内 产生的利息净值处 就是要扣掉这个收益 扣的金额呢 怎么样啊 要资本化处理的 而站在母公司 个别报表角度呢 说站在母公司 个别报表角度 他把这个钱 直接就借给物公司呢 形成了一个金融资产 那这个金融资产 不是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所以在甲公司 个别报表上呢 他对外的这个借款 百分之十的这个利息啊 要寄到财务费用的 是不是都明白了 那么站在甲和物 组成的合并报表的这个 合并报表的这个角度呢 你琢磨琢磨吧 相当于是合并报告主体 到A他们家去借钱 然后搞工程建设 所以合并报表的借款利息 净值出呢 在资本化期间内呢 要资本化 那合并报表的资本化金额 与个别报表 物这边的资本化金额 一样吗 不一样 物这边是按照 百分之五的内部利率算的 这是百分之五是吧 这是五啊 而我们这 哎呦 这天这家写的 行算 用六手写的 这个是百分之五啊 那我们这个集团整体角度 对外呢 是多少 对外是百分之十 对不对 所以还要进行调整 进行特殊的调整 提出的真好 要求第四问 根据资料四 判断甲公司该业务 属于股权转让 还是属于股权的质押融资 说明理由 编分漏 答案心知肚明了 股权质押融资 理由呢 那这个买方A不能够转让股权 两年后我们讲 那还要按照百分之十的 这个复利的利率 算的复利中值3.63亿 把它买回来 那A这边没有取得控制权 好了 分落 借银行存款贷 长期应付款是三万 三个亿 然后当年的集体利息 三个亿乘百分之十 三千万元 由于呢 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所以直接增加 长期应付款的账面价值就行了 我们借财物费用贷 长期应付款是三千 好了 那二毛二零年第二年呢 我们要继续具体利息 那他的这个利息怎么算 就得用截止到第一年的本利和付利 三万加上三千乘百分之十 则多少 三千三借财物费用贷 长期应付款 两年后归还 加起来多少 本金三个亿加上两笔利息 六千六 这不就是六千三是吧 所以呢 这不就是三六三零零吗 借长期应付款贷 银行存款 好了 要求第五问 根据资料次呢 计算该笔借款资本化的金额 并编制合并报表当中 与借款 及借款费用资本化相关的调整 抵消分落 来吧 这个借款 这个借款呢 在个别报表层面资本化的金额 是用子公司物 他们家借款的这个本金三个亿 成5%的内部的利率 再减掉闲置的借款去投资 产生的收益呢 是450 这个金额1050 那么我们站在合并报表层面呢 资本化的金额 那你得用三个亿的本金 成对外的利率10% 再减掉什么呀 产生的收益450 金额呢 是2550 好了 那合并报表层面 与借款 以及借款费用资本化 相关的调整 抵消分落 这个就有难度 那首先大家能够想起来的是 内部的债权债务 要把它抵掉是吧 就是内部的 长期营收和长期营付 站在合并报表角度 是不存在的 金额是多少呢 那本金呢 是三个亿 然后加上一年产生的利息呢 三个亿乘了5% 这个结果是31500借长期应付款 代长期应收款 随后呢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分落 这个分落 大家现在看是看不懂的 因为它是两组分落 合并到一起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个呢 我们先给它打一个问号啊 那我们分别站在 个别报表角度 与合并报表角度 来进行分析 先把个别报表 母子公司的分落都做出来 之后站在合并报表角度 看看哪些应该有 哪些不应该有 不应该有的把它抵掉 那么合并报表应该有 个别报表又没有的 把它补上 那我们来看母公司 加个别报表 像A转让股权呢 取得的借款借银存 贷长期应付款是3亿 是对败的啊 然后期末呢 记忆体利息 按照10%的这个利率算 借财务费用 贷长期应付款的是3000 好了 将取得的这个转让款呢 借给物公司 贷银行总款 借长期应收款13万 好了 对内部 对内要按照5% 记忆体利息收入 好 3万乘5%的话呢 是1500 借长期应收款 贷什么呀 贷财务费用 这叫利息收入 我问你 这个在合并报表有吗 没有 这是个别报表有的 所以说在合并报表角度呢 是不是要把它抵掉啊 要把它 个别报表有 合并报表 要把它抵掉 要把这财务费用 就是母公司个别报表 确认的投资受益 确认的这个财务费用 相当于是利息收入了 从借房给抵掉 那就得借一个财务费用 后面大家会看到 是1500 来物公司个别报表 拿到母公司借给他的这个钱 借银存贷长期应付款 是3个亿 期末呢 具体利息内部的利率呢 是5% 一乘的是1500 那他这边搞工程建设 在资本化期间 要借赛建工程贷长期应付款 好了 这个是对内的是吧 对内确认的利息费用 站在合并报表角度有吗 没有啊 这是个别报表有的 合并报表角度呢 要把它干掉的 所以后面大家会看到一个什么分路呢 就是把这个从贷房给 重掉 贷在建工程 1500 把这个呢 从借房给给重了 那就是借财务费用 贷在建工程 是1500万元 好了 接着走 这个呢 是什么呀 这个呀 这个呢 是子公司个别报表 确认 就是闲置的专门借款投资产生的收益 借银行存款 应收利息等等 然后代方冲了这些 冲了在建工程 冲减资本化 冲减资本化金额了 450 那我问你 站在合并报表角度 要不要冲资本化金额 也要的 所以这个用不用抵消 这个就不用抵消了 接下来 到这的话呢 我们就把母子公司 个别报表的处理都做完了 合并报表呢 那合并报表 内部的债权债务要抵掉 本金加利息31500 借偿经负代偿经收 然后呢 我们要抵消内部的利息收入 和利息费用 刚刚说过了 那这个是冲什么 冲母公司个别报表的利息收入 借财务费用 那这个呢 是冲子公司个别报表的 借财务费用代借贡务工程 那接下来圈三呢 就是把合并报表应该有的结果 但是个别报表没有的给补上 好了 那将母公司个别报表对外部借款的这个利息费用呢 由财务费用转为什么 由个别报表的这个财务费用 转为合并报表的再建工程 我们母公司对外的利率呢 是10%确认的利息呢 是3000万 在它的个别报表啊 是既做财务费用了 那从代方冲了呗 冲个别报表财务费用3000 没问题吧 同时呢 我们确认合并报表怎么样 我们确认啊 确认合并报表的再建工程3000 所以我 所以把这圈二和圈三 它们两个呢 给合到一起是一个什么情况 再建工程3000-1500 剩1500 借再建工程 财务费用呢3000-1500 剩下1500 带财务费用 所以分录呢 就是我们刚才给的这个结果 在哪呢 在这呢 那他俩做一个差以后呢 这个问号就删掉了啊 借再建工程 带财务费用1500万元 那这个分录 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 好了 那这个题呢 我就给大家讲解完毕啊 非常好的一个题目 下边 第十一题 是2020年的一个计算题 涉及到权益法所得税 资产负债表 日后事项 还有呢 政府补助拼牌体 甲公司20-8年度财报 经董事会批准于20-9年的3月15号呢 对外报出 那甲公司20-8年度财报 相关的交易或事项如下 第一个 20-8年的1月1日 甲公司从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处 受账了7所持有的 乙公司30%股权 反正价格呢 是2000万元 反向已经收了 那乙公司的股东变更 登记 手续呢 办理完成 取得投资当日 乙公司净资产的账面 是5000 那么公允呢 是7000 这样的话有2000万元的增值是吧 那增值是谁呀 是这个专利权导致的 好了 其他资产负债 公允和账面是相同的 那这个专利权 预计使用20年 已经用了10年 那我们还能够用多少年呢 10年 净残值呢 零职宪法贪消 好了 我们施加重大影响 你长期持有 你长期持有这个股权 就意味着权益法调整 形成的差异额 我们要不要确认 递严所得税呢 不要 20年8年度 乙公司账面经历人士 1000万元 我们要进行调整 那么其他综合收益的增加额 是50万元 那这个资料比较简单 好权益法 第二组资料呢 20年8年12月底 说甲公司 逾业期所在 政府签订协议 根据协议的约定 甲公司将按照 所在地政府的要求 开发 环保建筑材料 那么政府呢 将行议 签订之 几一年 一个月内呢 向甲公司拨付款项 是2000万元 新型建筑材料的研究成果 归政府所有 请问是政府补助吗 不是 是收入 好了 当日呢 甲公司收到的 政府拨付的款项 是2000万元 活干了吗 还没干呢 钱收了 所以呢 把这2000先确认为什么呀 合同负债 满足收入 确认条件的时候呢 再转收入呗 第三组资料 2019年1月26号呢 甲公司的办公楼 完成竣工 决算 手续 实际成本的是 6万8千万元 那这个楼呢 一致20某7年 12月28号完工 达到预定和使用状态 甲公司按照预算的金额 6万 是多少 是6万2000万元呢 暂雇入账 办公楼预计的寿命是50年 预计竞产值0 采用年限平均法怎么样 计贴折旧 那这个资料干嘛呀 这是呀 日后期间 这不是资产负债表 日后期间吗 办理竣工决算了 要调整原来的散股价 是不是 但是已经计贴的折旧 调不调了 不调了 它是资产负债表 日后什么事项 调整事项 要调报告年度 报表的 因为我们这个楼 你看啊 是20某7年12月份确认 就是由再建工程 按照赞股价 转股定资产 提折旧的话呢 是从20某8年1月份开始提 到20某8年底 正好提一年的折旧 是按照原来那个赞股价 提的对吗 对的 而到20某8年报表的日后期间 1月26号办理竣工决算手续了 得调整原来的赞股价 但是已经具体的一年者就调不调 不调 这样的话 我们报告年度20某8年底的报表上 列报的这个固定资产 得按照什么金额列势呢 得按照我们调整后的金额来列审 来吧 其他资料 圈一呢 是一公司的会计政策期间 与假相同 第二个呢 是税率25% 第三个呢 是除了 就是可别人经资产 供应账面的差额 不考虑所得税影响 个别报表 没法考虑 因为他没法确认 递严所得税 我说长头权益法 第四个呢 是不考虑其他因素 来吧 要求第一问 根据资料一呢 计算假对以股权投资的 初始入上价值编分录 这个太简单了 那初始成本的是2000 想要对方净资产的份额呢 是7000×30% 是2100 有100万元的负商运 是吧 借长头带银行存款2000 借长头带营业外收入呢 是100 那没什么难度 第二问呢 根据资料一算 假对以股权投资 年底的投资收益 其他中收益编分录 没什么难度 账面净利润 1000 减掉平股增值的 无形资产 补提的摊销额 2000出一时 乘30% 这个结果呢 是200次 借长期股权投资 带投资收益 200次 好了 那50的其他中和收益变动 长30% 金额呢 是15万 借长期股权投资 带什么 其他中和收益 15万 送分的提 第三问呢 根据资料一判断 假公司对乙公司 长期股权投资 形成的暂时性差异 是否确认 地盐所得税 说明理由 那如果确认的话 算金额便分录 大家都知道答案 要不要确认呢 因为你长期持有 不确认地盐所得税 理由你咔咔打去呗 会吧 就是确认投资收益 产生的差异额 虽然呢 可以通过分现金股利 转回一部分 但是双方都是境内居民企业 不用补税 没有税收问题 那么其他的这个差异额呢 只有在出售的时候 才转回 而我们出售吗 不出售啊 没没不转回 没法确认地盐所得税 大家打去呗 对吧 好了 要求第四问 根据资料二 判断甲公司 从政府取得的这个款项 是不是政府补助 说明理由边分落 是不是啊 不是理由呢 那他的这个材料的所有权成果 归人家政府啊 是政府委托我们甲公司开发 环保节能 环保的这个材料 政府是我们的客户 客户啊 那我们要作为什么呀 我们是作为研发服务的提供商 所以要按照收入准则出来 先收钱后怎么样 后履行履愿意义 所以借银行存款贷合同 负债是2000 第五问 根据资料三 判断甲完成办公楼 决算手续的事项 是否作为资产负债表日后 调整事项 并说明理由 如果是调整事项呢 计算固定资产 在2058年12月31号 资产负债表当中 劣势的金额编制 调整2058年度财务报表 相关的份落 好了 那这个是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 调整事项 理由呢 说过人话呗 资产负债表日后 进一步确定资产负债表日 前取得资产的成本 2058年已经具体的 则就按照赞顾价 62除以50算的 是1240 这个调不调了 这个就不调了啊 那2058年12月31号 原报表上反映的这个价值呢 是它的暂估价 原值62减掉折旧 1240 是60760 好了 按照办理竣工计算后的 固定资产的入账金额 对它的原值进行调整 但是折旧不调了 调整的金额怎么算呢 那我们就是因为折旧不调了 我们就调原值 68减掉原来的暂估价呢 是多少 是62倍 结果呢 是6000 好了 我们用什么 我们用这个调之前的账面价 67 60 760 加上调整的这个6000 算出来的结果 是66760 调整分落 借固定资产带什么 再建工程 就可以了 好了 那这个题就给大家讲解完毕 谢谢 结果 7000 这就会换替它 就是11000 关门 3000 是6000 分う 颜抹 5100